米兰圈具意大利媒体罗马体育报报道着,目前米兰主帅加图索,正在研究4231阵型,以此来解决比格利亚确证的问题。 在与纳布勒斯的比赛中,比格利亚出现了伤病的情况,由于年龄偏大,再加上其多伤的体质,因此阿根廷中场很难提完一个完整的赛季,虽然米兰已经签下了法国中场巴卡约科,但巴卡约科并不能代替比格利亚,出任去中后腰的位置。 据悉,为了解决比格利亚无法上场的窘境,主帅加图索已经开始研究4231阵型,在双后腰的位置上,加图索将会派上凯西与巴卡约科的组合,以此来保护球队的后防线,而进攻端方面。 伯纳文图拉,恰尔汉奥鲁以及作索,将会在伊瓜音的身后提供支持,有消息称,目前米兰已经在寻找比格利亚的替代者,而明年的冬季转会窗开启时,米兰将会优先考虑中场的演员问题。 不过在此之前,米兰只能通过改变阵型,或者让贝尔托拉奇或者可塞毛里,来出任比格利亚的替补。